众所周知,向往的生活一上线,就迅速斩获多个热搜席位,首播笑点与看点间距,不管是划船到对岸搬运行李,还是到收拾行李整理蘑菇屋,再到最后,与导演斗志斗勇,迎时才收拾表现相当惊艳。 当然在节目中,何老师负责谈心解惑,黄老师负责做菜,再加上张子峰,彭玉畅,张一星三个熊孩子,让大家在周五的晚上好不惬意。 而其中,张子峰妹妹这一次,反而是好评如潮,不像之前的节目中,就好像是透明人做一天。 前不久,张一星出席某节目,她表示,向往的生活这档综艺,离开了繁华的大都市,过躁的人群,而是选择在安逸田径的小山村里。 不过,不管节目怎么改变,那些最初的打动观众的点都不能丢掉,因为那才是一个节目成功的灵魂所在。 不过让我眼前一亮的,当属张子峰,她是一个微笑天使,那笑容,让向往的生活变得愈发亲切。 随后,张一星调侃起张子峰彭玉畅,她透露,如今快五一节了,前两天我还对妹妹说,到时放假的时候,我和彭玉畅去北电接你。 不过被张子峰拒绝了,而张子峰的回复很幽默,说我和彭玉畅两个熊孩子,绝对不是真心的,绝对是黄老师给施压了,还说接就算了,请他和他同学喝奶茶就行了。 哈哈哈哈,这回复也是超好笑。 当然,从这个玩笑话中,可以看出,张子峰和黄磊、张一星,彭玉畅的关系也相当不错。 希望接下来的综艺中,张子峰又会贡献很多笑点,大家期待吗? 谢谢大家,张子峰和黄磊